Hello 大家好 我是Mark 在我身旁这位满旺 我们今天会和大家弹一些一般流行音乐的chord底 然后在上面做一些solo 我们在那一段音乐我们弹的chord底是大家都常用的 是一个descending bass line 的chord底 有人会理解Candon in D的首名曲的chord底 又或者很多流行曲都会有 chord底的chord底是 Do T La So Fa Mi Re So 一路向下走到ray才是回到chord底 那些chord底 如果你问任何一个有玩流行曲伴奏的朋友 他都相当熟悉这个descending bass line 的chord底 而我做的solo 就会加了少少的着视乐元素 因为其实也有很多朋友问 如果在流行曲你怎样玩到他有点着视味呢 那现在我先说single line 不如大家先听我们jam这首歌吧 这首歌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刚才阿Moon用的确词 阿Moon你一边弹的时候 我不弹Solo 然后我去说他用什么确词 给大家知道 方便大家理解 待会和我讲解 谢谢阿Moon C确词 G on B Bass Am确词 Am on G Bass F确词 C on Ebass Dm G7 然後回到C就一個圈 它用的曲底就是這個 而我彈的Solo裡面 是有很多是用了半音階的 譬如C chord有C E G三粒音 C E G 我會可能是由E flat slide 進去E 這個是其中一個很常用 我剛才的jamming用了很多的手法 而另一個就是用chord tone 譬如C chord C E G 我slide 進去E之後 E是chord tone 我亦都用了G這顆chord tone 這個是我常用的第二個手法 讓它有些著事味的其中一個手法 而E和G中間還有兩個半度 F和F sharp 我又會將E F F sharp G 做成一個句子 在C chord那裡用的 也是在C chord那裡用的 也會由E flat slide 進去E F F sharp G 多幾個半音階 因為我們聽下去的脆味性會過癮 這是其中一些我用的手法 C chord tone和Chromatic approach 和剛才所說的Double Chromatic approach 有兩顆半音階 而除了用chord tone之外 有時候我會連環幾顆chord tone 可能是八分音符 可能是十六分音符 有時候可能是做一些sweeping 來勾勒出那個Arpeggio 我本身的 譬如C 我會由C E E G B 當然C你會聽到半度 Slide進去 B也是有半度 由B flat slide進去 這也是很常做的 而剛才我還做了 譬如有些chord 你會聽到我在上面solo 就不是彈著Moon的chord 而是彈著另外一些chord 譬如在第四個chord 第一個是C 第二個是G 第三個是Am7 第四個是C G 或者Am G 在這裏 正在準備一個chord 正在準備去F 正在準備去F 如果我進F的時候 之前的chord 是C on G base 我沒有想到 C on G base 反而是想 Secondary Dominance 想F chord Dominant7 即是C7 以及C7 作為5 chord 那F的2 chord 是什麼呢 是Gm7 那我就補了 兩個beat的Gm7 兩個beat的C7 去F 所以在那裏 就會有一個 那個chord 那個key以外的 一句phrase 走在這裏 但其實我腦 是在想第二些chord 阿Muna試一試 我去到中間 我會叫停的 1 2 3 C chord G 這裏 Gm C7 F 對了 OK了 那我就加了 Gm7 和C7 的phrase 在阿Muna的 Am Gbass 上面 而 我們會有一剎那間 離開了他的chord 但其實我和他 都是 Target F chord 所以一剎那間 不配 然後去F的時候 聲音又再配 這也是我常用的技巧 譬如剛才第二個bar 是G和Bbass 那它應該有G音 但如果你耳朵好一點 你會聽到 Jamming 在那個bar裡面 有時候會有G-sharp 音 那是因為我打算 走去第三個bar Am 所以我第二個bar 塞了它的secondary dominant E7 下去 我按一下線 給大家聽 1 2 3 4 謝謝 那在剛才的第二個bar 我就是用了E7的 Arpeggio 或者E7的chord phrase 所以呢 我彈的solo 你會覺得 和八九十年代 最流行的流行歌的solo 是會有一點點差別的 但是這個也不是著士樂的專利 其實有很多流行樂的結他手 遙滾樂的結他手 他們都會用很多這些 我們理解它為著士樂的技巧 因為其實都是通用了很多人都用 而事實上現在很多的流行樂手 結他手有什麼 他們都有很多著士樂訓練 或者有古典音樂訓練 他們都把不同的音樂技巧 共夜一路放在他們所玩的流行曲 所以我平時很少會稱這種方法為 在流行曲玩著士樂的手法 但如果大家這樣問的時候 其實我也知道你在問什麼 但我一般理解就是 流行曲的樂手其實都會做這些事情 甚至乎古典音樂訓練的人 就算他不是即興他想好一段solo 他都會寫這些東西下去 還有一個位置就是 最後那個是2-5 Dm7 G7 在那裡我多加了3-6 chord Em7 A7 有時候我會用Eb7 再去Dm7 再去G7 或者Db7 然後我就回到C chord 所以在阿Moon的伴奏裡面 有兩個chord 但我是彈了四個chord 現在彈一次整個圈 大家留意我最後兩個小節 我會到時看一看大家去聽 1 2 3 4 我忘了再看一看大家 但我想大家聽到最後 無緣無故會有四個Arpeggio Em Eb Dm Dm Db Cm 所以你會聽到 我跟阿Moon的伴奏 首兩個chord 有一點點不在一起 但接下來就會回到同一個key 這些都是常用的手法 但要降落得到 而且要自圓其說的chord changes才行 我們今天就講這個 如何在pop 有著事味的solo 講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 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留言的位置 來問我 那我盡量回答大家 還有下一次你會和大家聊更多 如何在流行曲裡 玩一些不同味道的solo 多謝各位 好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channel的話 請你like share和subscribe 我們的channel 如果你想定期收到通知的話 可以按一按 youtube這個畫面下面的小鈴鐺 你就會定時收到我們有新天的通知 多謝大家 拜拜